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事情就是我妈妈跟我说 她打算五万块钱把这个农村子间房买出去 你们觉得买得错不吗 我们这地方太便宜了 你市区的话有14多公里 坐车的话有一个小时 而且都是这种公路嘛 还有比较这种饶 这个房子是在良天年的时候建成的 到现在应该有21年的时间了 当时我们建的时候这个房子特别便宜 我们家很穷嘛 然后用那种石头平平步步的 就稍微可以租人就可以了 到现在的话我们家有点点积蓄了 就把这个房子给装修一下 装成那种比较内部房间还是好看的 比较这种小样房的感觉 外面的话就是这种青老虎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你有可能要吐槽 我觉得房子一看就很拖 我觉得没的小小不太好看 小小的房子建于十多年前 我们这儿是21年了 差距还是挺大的吧 但是内部的话还是可以 我们打算那个床 衣柜还有洗衣机冰箱这些便器哈 我们都不打算在这儿 就一次性五万块钱买出去 我觉得有点不大划算了 我们买房子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家在美山有房子 而且我爸妈还有我嫂子 一年都在 智养嘛或者是外地 上班呀找个娃娃呀 所以说很少回来 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只有 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所以说房子也是一种浪费嘛 因为钱进来的 他们就想到把这个房子在那里卖 看卖得出去不 我觉得应该来不出去吧 这个地方太便宜了 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内部的环境 我们二楼是三室两厅一围一厨房 楼下是两室一厅一围一厨房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巴子 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吧 走 你们看嘛我觉得还多好看 从外面看起来 但是里面会更加的好看 从大门走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巴子 总是花花超超还是很可疑的 这儿是我们的客厅 这儿是一个小房间 客厅走过来这边又是一个房间 这是一些我外婆住的地方 现在拿来放杂物件 走出来这儿就是一个厨房 平时过年的时候都会烧菜 这是烧菜用的 走进来也是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儿以前小的时候养个猪 所以说这是个猪卷 现在带你们去楼上看一看 走上来是一个放鞋柜的地方 这是鞋柜 往这儿走进来 这边是客厅 这里面是我的房间 从房间走过来到这边 是我妈妈爸爸住的地方 这还有个大的衣柜 洛杰柜 一个橫柜 谢谢 你 看 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爸爸和妈妈的婚纱 走 我妈妈是不是很漂亮 跟明星一样 这边走出来 这里面是我哥哥和我勺子住的房间 这边还有一个衣柜 很大衣柜 外面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也可以拿来睡觉 我平时过年时候 我姿子就要这儿睡 这儿是我们平时吃饭的地方 然后往前面走的话 就是一个厨房 这里面是淋浴间 这里是卫生间 给你们看我家的家具 洗衣机 小毒鬼 还有冰箱 好了 这个房间都已经给你们解散完了 你们觉得五万块钱买出去 滋不滋得来 你们去见哦 拜拜